三弟 这图身看不得 为什么 这都是极高深的武功 如果练功不得法的话 会走火入魔的 虚竹不愧是段玉的好二哥 只将这潜在的危险告诉给了段玉 偏偏段玉是除虚竹外唯一内力够强的人 包不童文言大胆不服 当即掀开书画开始观赏石壁上的武功招式 见此一幕一旁的宫女赶忙提醒 宫主殿下说过 宫父如果不到家 看了她是有害无益的 包不童自以为是这小妹子在危言所听 当即豪言自己功夫已经练到家了 不料劝见宫女刚离开不久 包不童这边就开始不受控制地发起了杨巅峰 就在虚竹万分忧心之际 其余人也先后发现了石壁上的武功招式 并迫不及待地跟着修炼起来 为了不让这些人走火入魔 虚竹赶忙走到人群中大喊道 大家不要看B上的图形 现在咱们身处险地 赶快过来去拢商议 不料虚竹话刚说完 所有人都开始陷入了走火入魔的危险境地 危急时刻虚竹提起一张石桌掰成粉碎 并以疾风之势将洞府中所有的烛火全部熄灭 眼见众人乱作一团 慕容傅立身原地无动于衷 唯独段玉和虚竹二人怀着救人之心 帮助所有人脱离的危险 随后虚竹猛冲上前一把抓住了领头的宫女 把门打开放大家出去 你抓得我手疼啊 虚竹心想今天过后谁抓谁还不一定 到时候谁主动谁唱征服 而宫女解释自己早有提醒 只是无人相信吧 虚竹无话可说当即没有计较 只是暗自猜测公主 让所有人来这里观赏书画究竟是有何用的 殊不知这一切就是为了虚竹专门准备的 因为在场之人只有虚竹和段玉是逍遥派的传言 风波平息过后 西夏公主在万众瞩目下闪亮登场 作为驸马竞选的最后一关 西夏公主只得以三个问题考验各位 如果孟郎能够来到这里自然是皆大欢喜 万一无缘那也只好找个老实人接盘算 这时显眼包包不同率先出列 在下包不同 面对侍女提出的三个问题 包不同的回答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因为他最爱的人就是他六岁的女儿包不良 包不同之后段玉也开始例行公事参加答题 段玉最难忘的就是与王雨嫣在枯井之中原定三圣 自然也不是公主要找的孟郎 最多就是找不到孟郎后的接盘考虑对象之一 眼见段玉回到原处 吐蕃王子也不甘示弱 当即上去开始答题 吐蕃王子一口气答完三个问题后 紧接着表示自己虽然没有见过公主的真容 可他断定公主必定有成于落雁之资 说完便十分得意地回到了原地 慕容赋见他如此草包 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可当慕容赋回答他在什么地方最快乐逍遥时 却是显得那么的悲哀 我觉得 悲哀是将来 而不是在过去 不仅如此 更悲哀的是年近三十的慕容赋 为了所谓的复国美貌 竟然断情绝爱成为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公主 我没什么最爱的 这么说来 第三个问题就不用问了 我希望在见到公主之后 能回答请接的第二第三个问题 文言侍女鸣嘴一笑 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公主 却见公主一言不发 显然慕容赋凭借英俊的相貌 以及高超的武功进入了接盘人选名单 慕容赋失望地退下后 侍女又向人群中询问 萧峰有没有来到这里 此言一出金庸赶忙暗中将虚竹推了前去 我大哥没有来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在下虚竹